名医在线,为你健康所想 得过一次尖锐湿油以后还会得吗? 李星春,南京优加病毒由医学研究所皮肤性病科主治医师 得过一次尖锐湿油以后还会得吗? 会的,只要你再接触HV病毒,你还会再得的 为什么?引起尖锐湿油的这个病毒 它跟我们的乙肝病毒啊,或者是麻疹病毒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的乙肝病毒,或者是麻疹病毒,还是什么以前的 天花等等的这一类的病毒,它是中生命运 就是得过一次之后,以后再感染你不会得这个病毒 我们的HV这个病毒,你得过之后,我们把它杀灭了 我们体内形成的这个抗体,它会在一段时间之后消退 甚至就算这个抗体中生携带,但是有二次病毒再来的时候 它还是会侵犯到我们的严状上皮细胞,导致再一次的一个发病 所以说,千万不要以为你得过一次病,吃好了,以后就安全了 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 专家提示,尖锐石油是一种由于人体感染HPV病毒所致的皮肤性病 它能治愈,但不会终身免疫 如果再次发生感染,就会再次发病 要想预防感染尖锐石油 最根本的方法是洁身自好,远离不洁性接触